机甲大师S1机器人需配合RoboMaster App使用。 您可以通过它控制机器人驾驶、编程。 还可以进行多机对战。 DJI提供iOS、Android、Windows三个平台。 本视频将向您介绍如何使用RoboMaster App。 首先,在App Store、Google Play中搜索RoboMaster App。 也可以扫描说明书中的二维码,下载移动版App。 将RoboMaster App下载并完成安装。 打开RoboMaster App。 在主界面左上角点击头像可设置个人账户。 点击右上角连接状态图标,可根据提示连接至您的机器人。 底部三个菜单栏分别是单机驾驶、多人竞技、实验室。 进入单机驾驶,可查看FPV界面。 控制左侧的虚拟摇杆,可控制机器人向前、后、左右运动。 安住App界面右半部分空白处的任意位置,并上下左右滑动,可控制云台的俯仰和平行角度。 对准目标后,点击App界面的发射按键。 默认进行红外光束发射。 可以在设置、控制中切换射击方式为水晶弹。 画面中央显示FPV云台姿态显示和准星。 可以用以辅助控制及瞄准射击。 顶部右上角显示当前机器人的剩余电量、WiFi信号强弱。 点击设置图标,可快捷跳到设置页面。 底部可实时查看装甲雪亮。 点击界面底部录像拍照按钮,可进行录像及拍照操作。 打开声音回传按钮,可通过机器人端麦克风,实时传输音频至App端播放。 底部右侧三个功能分别为自定义技能、行人跟随及四倍镜功能。 行人跟随可进行行人锁定与跟随。 自定义技能可释放技能达到自动控制的效果。 四倍镜按钮可实现相机画面放大至四倍的效果,提供更为精确的瞄准。 点击顶部左上角图标,还可以进入单击挑战模式。 分别有定点射击挑战、移动射击挑战。 可根据准备好的视觉标签进行识别射击游戏。 点击退出图标,即可返回主界面。 进入多人竞技界面,可以与多机局域网对战。 App提供了竞速模式和乱动模式。 点击返回图标,即可返回主界面。 在实验室界面,可以开启编程闯关的大师之路。 通过一系列从异到难的关卡,在学习编程、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知识的同时,独立解决难题。 我的程序内可提供图形化编程。 机甲学院,可以学习深入浅出的视频课程。 涉及机器人基础、人工智能等多个主题。 更深入了解机器人的视界。 返回主界面。 点击设置图标。 您可以在机器人中查看机器人状态。 在连接中,快速连接机器人。 在显示中,配置机器人LED颜色或FPV界面的显示信息。 3D图形质量,用于调节主界面的图形渲染效果。 在控制中,可调节运动速度。 修改设计类型。 控制灵敏度等。 在系统中,可设置APP和机器人的语言。 或对装甲板或电机编制、机器人校准等操作。 在设置页面的右上角公告栏,获取新版本下载等最新推送。 在媒体库里,可查看拍摄的照片与视频内容,并分享到社交媒体上。 若在使用机甲大师S1机器人中有任何疑问, 可通过指引获取产品支持,或在线客服反馈给我们。 DJI Support将会及时处理。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